ViuTV 新節目一切從失婚開始 邀請了幾位失婚藝人 去不同的國家了解當地的婚姻文化 李麗珍就是其中一個了 拜訪完台灣原住民夫婦之後 不知道有什麼新啟發呢? 在台灣反而我覺得 看到一些很簡單、很單純的愛 因為在山上的原居民 他們可能是初戀的對象 已經是他們的結婚對象 我們在山上看到兩個父母 已經相識了50年 他們大家的眼中 還是看到很深愛對方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是城市人很難學習到的一件事 然後城市人就太多事情想了 又要追求事業 追求地位 又追求錢 但是山上人就沒有這件事 所以他們雖然一生是很長 但是他們都可以簡簡單單地 跟自己的另外一半 就一路地生活下去 會覺得生活是簡單一些 單純一些好一些 不要想太多 李麗珍說現在對於新感情 其實都有憧憬的 都可以這樣說的 他女兒會鼓勵你 出去認識多些男生 他也會 因為如果我認識多些男生 就不會管他那麼多 他就自由一點 3D 薛世恆這次就去了烏克蘭 節目中 難免都會談到感情事 不知道有沒有 跟前妻陳法拉 夾定有什麼不說得呢 其實因為做這個節目 就不是很想從以前的過度去出發 想向前看 其實都會對於將來的旅程 可以說是 都會有個期待 我覺得經歷了一次之後 那個不可以說是陰影 那個是少了一些浪漫 就是那些小朋友 或者是年少無知 有些是很浪漫的情懷 現在比較少 現在比較實際 就是一個 從相處的重點開始 只是說喜歡就可以了